母亲病死,两不孝儿未曾老房子大大出手 一本房产证让他们傻了眼 现年65岁的独居老人张奶奶在家里病死了 居委会给他两个在城里 问了有模有样的儿子,报了伤 闻讯赶来的兄弟俩给母亲办了个简单的上礼 上礼过后,兄弟俩就去了委会 找了干部,因为他们母亲所居住的这个老房子就要拆迁了 而这房子坐落在层中村,周围都是高楼 拆监后能得到一笔高额补偿款 可谁能想到张奶奶去世后 写了遗书自愿把所有遗产捐给贫困山区人 是让两个儿子当场在居委会大闹了起来 警察来了,才把事情平了 按理说老人去世了,留下的遗产应该给两个儿子平分 可张老板却把所有的遗产全部给了居委会 让居委会转捐给贫困山区 原因是因为张奶奶两个儿子太不是东西了 张奶奶的命非常苦 40岁的时候,自己的老公就因为在工地被高处掉落的砖头 砸到了他老公的头上 导致他老公当场死亡 造福死亡后,工地给张奶奶一笔巨额赔偿款 那时候张奶奶的大儿子正好长大成人 由于大儿子学习成绩一直不好 所以很早就下学,在社会上流浪 起初张奶奶的大儿子虽然在社会上流浪 但也没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 每天也就是在网吧,上上网 看到台球厅打台球,花的都是小钱 可自从得知自己爸爸出意外,赔了这么多钱后 他的儿子也开始变得挥霍起来 每天问张奶奶要钱 不给钱就偷,就摔家里东西 让张奶奶寒了心 后来不久后,张奶奶的大儿子要结婚了 可张奶奶大儿子非要买一辆20万的车 不然就不结婚 张奶奶没有办法拿出巨额赔偿款 给了他大儿子一部分,剩下的部分留给了他的小儿子 大儿子结婚后,由于儿媳妇家里条件可以 给大儿子安排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 每个月有2万块钱收入 住的是高档小区,开的是好车 非常让人羡慕 可是大儿子很早回来 可以说都遗忘了,还有一个妈妈的存在 张奶奶是有苦说不出 每次给大儿子打电话,都是说了两句就挂了 大儿子根本就不想管张奶奶了 渐渐的小儿子长大了 长大后脾气性格和大儿子简直一模一样 唯一不同的是,小儿子还算有良心 结婚的时候,张奶奶把剩下的一半巨额赔偿款给了小儿子 小儿子在城里付了首付,买了房子 起初小儿子刚结婚的几年 每年都回来看张奶奶 可是没过多久,小儿子就染上毒瘾 把家里输了个金光,老婆也跟她离婚了 离婚后,张奶奶死活不管 所以这么久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请不吝点赞订阅